昨晚 第九届文荣奖颁奖典礼在恒电影视城举行 陶玉玲 管虎 任大华 黄晓明 大鹏 张天爱 王鹤地等老中青三代影视人齐聚 共同见证各项荣誉的揭晓 第九届文荣奖以青春恒电影像未来为主题 聚焦影视行业新生力量 新生业态 当晚在评委会主席管虎的开场致辞后 第九届文荣奖各大奖项逐一揭晓 其中大鹏凭借电影热烈捧回了最佳青年电影导演荣誉 青年电影导演 可能明年我就跟青年不沾边了 所以这个奖拿得有一些侥幸 我很珍惜这次机会 这份鼓励对我非常的重要 同时我也希望它可以鼓励到所有像我一样 心怀梦想奋勇前行的每一位追梦人 最佳青年电影男演员空缺 而最佳青年电影女演员荣誉 被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演张天爱摘得 其实我跟文荣奖的缘分很深 我第一次做演员得到的第一份荣誉 就是文荣奖颁发给我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继续努力 好好拍戏 谢谢大家的喜欢 此外演员王和蒂 斩获了最佳青年剧集男演员荣誉 觉得这个奖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因为在演艺的道路上 我还是一个非常新的新人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文荣奖还特别设置了十家青年演员 年度潜力青年演员两大荣誉 旨在为青年演员创造更多展示才华的机会和空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